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购买新家的时候跟台湾家人讨论时 他们就说你买了新家之后是不是要考虑天花板 怎么包地板要选什么东西 你的系统柜要做什么啊 这些等等的问题在日本完全都是不需要考虑的 在日本你购买新的公寓大楼或是新的一户建 基本上你没有特殊的需求的话是不需要做任何装潢就可以入住的 我归纳出以下6点来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日本的新房可以零装房就入住 首先第一点是天花板都是已经包好的 你入住的时候不需要额外做任何的工程 第二点是日本的地板偏向用木地板 所以不太会像台湾需要在交屋之后自己额外进行铺设地板的动作 第三点日本不太会去动格局 格局动线以及房型基本上都是固定好的 符合一般的人的需求 所以他们不太会再去动格局 第四点他们的玄关 鞋柜衣柜 都是在建案里面就设计好的 附在里面需要再去请木工师傅帮你做系统柜的动作 第五点 电视柜基本上不会像台湾一样做一整面的设计 他们偏向买现成的电视柜做一个简单的布置 第六点就是 日本相对于台湾不太介意风水 所以不太需要额外的去做一些工程来挡掉一些风水上的问题 偷偷跟大家讲 我妹妹有研究风水 看了我家之后觉得我家风水超不好的 你们觉得呢 如果对风水了解的人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哦 以上的六点就是为什么 日本的新家可以零装黄旧入住 接着我们来聊聊 我们是如何用13万台币就规划出我们的新家 风格设计是我跟老公各自在网路上寻找自己喜欢的风格图片 打印出来之后我们放在一起 经过一两天的讨论 定调出我们共同喜欢的风格 然后依照这共同喜欢的风格 我们决定了我们整体的颜色设计 抓了三个重点颜色 灰色 咖啡色 以及白色 我们希望用这三个颜色来布置我们的家 还有还有黑色 我们并没有全部的家具都买全新的哦 部分的家具是沿用我们之前租任房子的时候就已经拥有的家具 我们的摆设的重心 放在二楼的客厅餐厅以及厨房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挑选 第一步是定在窗帘的挑选 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二楼的窗户非常的多 整体的面积约占全部的墙面有到80% 所以窗户的挑选会影响我们二楼整体的氛围 跟台湾一样 窗帘其实是比大家想象中贵的 我们新家总共有11个窗户 我们询问了三家报价都要至少40万日币以上 非常的贵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窗户都去做量身的定做 所以我们只有二楼以及三楼的主卧的部分 窗帘是专门定做的 其他的一楼的客房还有三楼的书房的话 是用现成的窗帘去做搭配组合 窗帘的挑选上面我们希望变化更多 所以我们有一些地方的窗户的窗帘的摆设是 杀在后面 有一些窗户的摆设是杀在前面 就有这样子不同的规划 让空间看起来更活泼 全部的窗帘加起来的费用是20万日币 家具挑选的第二个重点是照明 照明我们的色调定调在黑色 希望用黑色来做一个统一 客厅选了这一个黑色的照明 它可以做变光的动作 而餐厅的照明的话 我们选择了从天花把垂降下来 黄光在吃饭的时候 餐点看起来会特别的好吃 一楼的客房跟三楼的两间房间的照明 都是使用我们原本在租刃时候 使用的照明留下来的 所以整体的费用是 客厅的照明17800日币 餐厅的照明7990日币 合起来约为25790日币 我们家庭对沙发的需求是 不要求高级只希望它可以坐起来舒服 有够高的支撑度来支撑我们的脖子 让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比较轻松 我们的整体空间相对的小 所以我们希望是采用比较低的沙发 比较低的家具摆饰 可以让整体的空间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的沙发挑选了这一款 LOUYA LOUYA我也不知道发音对不对 挑选了LOUYA的这一款沙发 也是以黑色跟灰色的基调来做搭配 LOUYA是一个网路的网路贩卖的家具 他们没有实体店面 当初我们购买的时候 其实很担心这么便宜的5万块的价格 做起来会不会没有那么舒服 可是没想到他们家的家具的品质 真的相对的不错 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买他们家的家具 电视柜室打折的时候买是2万元 这个也是LOUYA的产品 餐厅的收纳 如同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我们希望做投影 所以为了结合投影的功能以及收藏的功能 我们在餐厅的部分买了一个五印良品的木头架 我们找到的橱柜也是这一家 也是在LOUYA买的 这个橱柜是899,990 没有大折 但他整体的收纳空间非常的够 在网页看到的时候 就被他这个中间的洞洞板所吸引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但买来的时候发现我把一些家电摆上去之后 洞洞板几乎做不到任何的功能 看出这个洞洞板在我看的橱柜里面是比较贵的 所以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买这个洞洞板的了 会选择另外一些更基本但更便宜的橱柜 这个白色的收纳铁架主要就放电锅气炸锅 让我整体的家电有更多的摆设空间 而垃圾桶我希望是我每次丢可以比较顺手 就采用这种站立型的垃圾桶收纳 总共有五个垃圾桶 可以让我做各个不同分类 最后是比较小项的项目 在我们三楼的书房以及主卧 买了一些三层柜来做书籍或是日常用品的收纳 我们一共买了两组Loya的三层柜 最后让我们把全部的费用加在一起看看多少钱 先是创联20万日币 账明2.6万日币 客厅餐厅9.6万日币 厨房橱柜11.3万日币 小项收纳1万日币 总计是44.5万日币 月月12.4万台币 是不是相对的很划算呢 我真的觉得我是个精打计算的风格设计师 知道大家在新家装潢花了多少钱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互动哦 最后如果你有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以及订阅哦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